解索印的意思 索印就代表那一尊 像洗金刚的索印就代表洗金刚 钥匙琉璃光的索印就代表钥匙琉璃光 阿弥陀佛的索印就代表阿弥陀的索 阿弥陀佛的索印就是这样子的 弥陀定印 以前有人讲说这个最好记 因为这是money 钱跟钱 这个money 就是放在一起 阿弥陀佛的索印就代表阿弥陀佛了 索印就代表着他 咒语就代表着他的心 咒语就代表着他的心 意念就代表着那一尊 如来你的本尊 但意念完全在这个本尊上面 这个就是说 口的清净就是持咒 索印的清净就是身清净 意念的清净就是在观想 这个就是密教的三个方法 三个工具 让你因为如此的禅定 跟本尊合一而得到成就 所以索印 意念就是代表本尊的身 本尊的身 咒语就代表本尊的心 也就是本尊的口 那么意念就代表了本尊 等于身口意清净的这种 合一的这种现象 那么我们晓得 这个索印就是一个象征 象征 我们有很多的索印 像千索千眼观世音菩萨 你就把它 这就是千之索千之眼 你从眼的地方看起来 就是有千索千眼的那一种 那一种 你看那个像我们孔雀明王 这个孔雀明王的头 孔雀明王的尾 那么翅膀不张的时候 就是孔雀 就是这样子的形象 那么它在飞 飞就是这样子 这孔雀在飞就是这样子 你让孔雀飞起来 它就翅膀就动 就是在孔雀在飞 那不动明王 我们是用两个剑印 这个是剑 我们晓得这个是剑 那么插在剑销里面 这是不动明王剑的象征 不动明王剑 宝剑的象征 这个都是有它的意义在里面 不是说 这个随便结个手印 像那个金刚沙斗 金刚沙斗 这个就是用金刚指就可以象征 这个就属于金刚指 金刚沙斗的金刚指 所以念大悲咒水 你念完大悲咒水以后 念完大悲咒以后 用金刚指 在这个水面上 写一个金刚沙斗的咒日 这个HOME 这就加持了 这个大悲咒水 让它发出光 它都有它的意义的 所以像那个 以前 所谓的降伏手印 我曾经讲过降伏手印 降伏手印有好多种 像大卫德金刚降伏手印 我们就结这个齐克印 因为这个齐克印 就等于两只牛 一个水牛的两只脚 水牛的两只脚 水牛的两只脚 大卫德金刚 以水牛的面孔出现 它所结的都是齐克印 那么这齐克印 都是这样子的 像闪电一样 齐克印会变成两个闪电 闪电射出去 就是降伏对方 所以叫降伏手印 那么牛角也是降伏的意思 以前讲说用单指 单指 指这样 也是一种降伏手印 单指指对方 也是一种降伏手印 那么这个指 就是象征以前我们那个 女生在骂人的时候 那个茶壶的知识 茶壶的知识 泼夫骂街 站在大门口 这也是属于降伏手印 这也是属于降伏手印 何东思孔 这个泼夫骂街 就是这样子 这个知识 是降伏手印 所以密教本身也有所谓的知识 也有所谓的知体语言 知体语言 就是你结哪一个手印 就是肢体 就是肢体 就是语言 很简单的讲 我们讲习栽好了 习栽手印 就是这样子 把它化解掉 把一些习栽手印 就是这样子 很轻柔的 就把它化解掉 这就是习栽手印 那么还有呢 争议手印 就是要拿过来 拿过来是怎么拿 就是这样子拿 这个是争议的手印 拿在你的掌心 东西拿过来 拿过来 这个很简单的 反正你要求什么 你就把它拿就对了 你把它拿过来 就是争议手印 增加你的利益 习栽争议 降服就用这个手印 敬爱手印 敬爱手印 就是叫人家和好 感情和好 感情和好是怎么回事 感情和好 你没有看到我做吗 就是两个人 这个hug 这就是感情和好了吗 这hug就是敬爱手印 hug就是敬爱手印 还有一个 就是结这样子的手印 这个也是敬爱手印 这个也是敬爱手印 那大致如来的 结这样子 它是五个智慧 合一的手印 是这样子 所以很多的这个手印 不同 那么 下集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